強台山屯暴風圈觸入 狹帶雨勢不容小覷 中央氣象署預估台東山區總雨量 可能會上看一千三百毫米 而位在太馬里西畔的嘉蘭村 因為溪水已經接近滿水位 公部門緊急調度怪手 冒雨再來消不快 防堵暴雨突襲溪水議題 我們先做一個避防設的孤設 我們避免如果雨勢太大 洪水會溢體出來 所以現在是已經有靠近堤防了是不是 對 對 對 所以我們昨天下午跟台東縣政府 就開始進場 希望能夠把消坡塊調好 然後再做心理道的一個 這個防波的這個措施 這樣你就住在堤防旁邊 會不會很擔心 不會啊 我們把全部的東西 重要的東西都收拾好 準備隨時離開這裡 嘉蘭村村民心有餘悸 就怕重演2009年莫拉克風災歷史 而鏡頭轉到台東大午到大鳥路段 可以看到土石流沿著邊坡而下 而風勢一陣一陣把暴風雨都刮了起來 目前山土兒颱風超胖暴風圈 在24小時內累積雨量 前10名都落在台東及屏東 而台東縣達仁鄉 累積雨量已經破百毫米 位在達仁鄉的烏萬溪也是接近了滿水位 土黃色泥流流入海面 而山土兒風雨影響預計週三最劇烈 目前台東大午鄉土石流警戒區域 警方已經啟動預防性測離